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最近三星半导体宣布 已经成功开发出业内性能最佳的UFS4.0存储芯片 并且已经通过Jedic固态存储协会的认证批准 性能方面 UFS4.0每通道带宽速度增至23.2Gbps 是UFS3.1的两倍 基于三星的第七代V9闪存和字眼主控 实测连续读速可达每秒4200兆 连续写速可达每秒2800兆 可做对比的是 目前业内性能最好的三星512G UFS3.1闪存芯片 发布时间是2020年2月 标冲连续读速最高每秒2100兆 写速每秒1200兆 这样换算的话 UFS4.0的读写性能均实现了翻倍 最关键的是 UFS4.0在提速的同时 单位功耗居然还低了 新内存将提供每毫万每秒6兆的顺序读取速度 比之前的 3.1版本的UFS提高了46% 这意味着配备UFS4.0的智能手机 将拥有更长的电池寿命 和更高的读写速度 另外 UFS4.0闪存芯片的封装尺寸 只有11×13×1毫米 最大容量E3B 看了这些数据 可能你最关心的还是 这跟我们普通的用户有什么关系 我要说的是 那可太有关系了 当前我们的手机大多数都是采用的UFS协议的存储 常见的包括UFS3.1 UFS3.0 UFS2.1 UFS2.0等 比如近些年我们常常听见的 形容旗舰手机性能指标的三架马车分别就包括 骁龙8加LPDDR5加UFS3.1 这基本上也是当前安卓旗舰的标辟指标 UFS3.1标准于2020年2月发布 算起来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如今LPDDR5加UFS3.1的存储标准 已经下探到千元手机 可谓是相当普及了 如今 散心发布UFS4.0存储方案 这也将为接下来的旗舰手机带来新的存储标准 UFS闪存的性能直接跟手机的性能挂钩 很多时候它甚至比处理器还又重要 比如手机在读取4K高清影片时 UFS3.1相比UFS3.0所需时间更短 加载所需要的时间不到AMC5.1的三分之一 相应在体验游戏时 UFS3.1的手机延迟更低 画面更流畅 让我们的手机在应对更多场景时不会卡顿 之前UFS3.1刚刚大范围普及的时候 某些旗舰手机就因为还搭载落后的UFS3.0 被很多用户所诟病 而这一次 全新的UFS4.0作为一次性能上的大升级 很快也将会成为我们衡量 真旗舰的重要参数指标 还有一点 从这次官方披露的数据来看 UFS4.0还首次实现了对于iPhone的赶超 众所周知 iPhone相比于安卓手机在系统流畅度 软件启动速度上都要更好 除了苹果A系列自研处理器性能独步天下 苹果闭环生态体验的一致性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iPhone使用的闪存式娘协议的 速度比安卓手机普遍采用的UFS协议快太多 娘协议极大提升了硬盘的读取速度 iPhone的顺序读取速度高达每秒3200兆 顺序写入速度为每秒1200兆左右 而当前最好的UFS3.1芯片的读取速度 最高每秒2100兆 写速每秒1200兆 可以看到和iPhone相比 当前顶级安卓旗舰 在闪存性能上是有明显的差异的 而UFS4.0 这次官方公布的每秒4200兆读速 以及每秒2800兆的写速 将不仅仅实现了对iPhone的追赶 甚至还实现了大幅超越 另外UFS4.0 闪存所使用的新存储技术 可以更轻松地支持 以TB的大存储 有助于大存储空间手机的推进 预计明年512G 和以TB容量的智能手机产品会更为普及 三星方面表示 UFS4.0 闪存的大带宽 非常适合需要大量数据处理的 5G智能手机使用 并希望看到该技术 在VRAR和汽车中得到财 除了闪存以外 LPDDR5X也即将开始量产 性能比LPDDR5 约提升了20% 天机9000处理器 更是早就实现了对LPDDR5X的支持 而高通阵营方面 三月的时候 三星首款 基于14纳米的LPDDR5X内存 已在高通骁冷移动平台上验证使用 预计很快也就会商用 而三星UFS4.0闪存 将于今年三季度投入量产 换言之 最快下半年应该就能见到相关手机问世 比如三星自家的Galaxy Z Fold 4 Z Fold 4 以及明年的S23系列等 所以到了2023年 台阶电3纳米加LPDDR5X加UFS4.0 将会是旗舰手机的性能新标杆 在这套性能组合的加持下 安卓手机的性能又将会载上一个大台阶 不说别的 安兔兔的跑分应该就会体验出来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别忘了订阅关注Tiger 我们下期再见